哈喽大家好,我是看剧爱看浮花道的凯凯西 我是浅薄无知的历史爱好者,是竹子的滚滚君 上一期我们说了五云儿是如何通过给自己立贤良舒德可爱娇俏的人设一步步成为宠妃的 相应的,她的打扮也一直是比较清淡甜美的风格,符合她的人设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唐明皇五会妃黑化后的造型 我来负责讲解历史上的五会妃 上回说到,五云儿成功靠黄灾事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仅成功的装了一把白莲花,还离间了地后感情 这次大家会发现,这朵白莲花的技术更加炉火纯青了 通过360度无死角监控王皇后 五云儿得知了她正在以迷信的方式求子 这让她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毕竟这可是在李三的雷区蹦迪的行为 看看私底下五云儿爱穿的衣裳 这才是得宠之人实际爱穿的 我爱死了这身衣服 用的是临近色搭配法 但又比纯雀同色系更有碰撞感和惊喜度 配色不像全身大红那般张扬 却比浅色更亮眼 配上头上的金缝 更衬得她优雅温婉又滑贵 这里我要插一句 这一身也是会妃衣服中我最喜欢的 太好看了 于是五会妃开始部署针对王皇后的诬陷计划 很快她就得逞了 王皇后进冷宫那天 五云儿泪眼婆娑伤感不已 一袭简单的白衣只以红披薄作为点缀 倒是让她看起来比王皇后还要楚楚可怜 她的发型也变回了刚进宫时候的样式 头上只有一只银缝作为重点 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五云儿泪知道什么场合穿戴什么衣室了 还有什么造型比这一身更能凸显自己无辜纯洁 丝毫不幸灾乐祸的品性呢 即使后宫她一人独大 也没有马上得意忘形 半价时依然是清淡的打扮 白衣红披薄 发际虽然反复 但没有带招摇的凤差 只以花头簪和花店点缀 当高贵妃音音音的时候 她眼疾手快地代替李三进了高丽石一杯酒 看看人家这眼力剑和反应能力 她不得宠谁得宠 等到王皇后的风波过去后 五云儿才开始在穿戴上逐渐放飞自我 在李三面前也开始穿得热闹起来 一缝不过瘾得戴金缝 花头簪小布瑶和各色不同大小 不同工艺的花店都得安排上 过去被皇后斥责的胡服 她不仅要穿还要穿大红的 那身江黄色衫裙也是她的最爱之一 但总体而言 她在李三面前还是保持了生命大义 审美高级的温柔文青形象 因此配色虽然更鲜艳 却饱和度相对低 搭配和谐静显柔情 时光飞逝 数年后五会飞已经成为后宫的实际掌权者 心机更深沉 野心也进一步膨胀 而唐朝的国立此时也到达了顶峰 所以全是到达巅峰的五云二 穿戴风格自然也随之变化 少了些温柔俏丽 多了一些不可接近的霸气 妆容不再是年轻时自然柔和的眉型 与轻薄的底妆 而是和她初次增长时一样 为什么这样的妆容显得特别心机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上半期节目哦 高耸大发剂 大金凤 满头的花头簪 双链额饰 还有各种花垫 都是她的标配 衣服配色不再清淡单一 取而代之的是 黄黑大红这样高调的色彩 衣裳上的纹样更复杂 做工更精细 不过李老师很清楚 自己不适合饱和度高的颜色 因此配色虽然高调霸气 但绝不浓烈 接下去请欣赏春风得意的 舞会飞的华柜造型 一号造型是和皇帝 一起接见当朝的摩人明示 因为是正式场合 黑红配色的衫裙成熟显风韵 也很好地暗合了她黑化的心境 刘海和麻花变肯定是不会再出现了 取而代之的是 落落大方的高际和豹面病 虽然插了一脑袋的饰品 却不显得凌乱和俗气 一个全清朝野的第一宠妃 仿佛就该这样打扮 一只大号花丝影缝不摇拆 两只对叉的花枝金叶拆 一对金不摇 额头正上方是大号金花垫和双链的额饰 配上超大号耳环和项链 我只想问一句 卉妃娘娘您脖子累不累 二号造型是光临洛阳的时候的打扮 头上的发型像大号元宝剂和飞仙剂的结合体 发际正中是超大号金凤拆 凤口下嫌不摇 凤拆两侧沾了两朵红花 两并对叉四只金色方形垫头拆 额头上方是银制花垫 还配了一条多链的额饰 所有的首饰 包括耳环和项链也是超大号的 但大而不憨 金雕细琢 在洛阳 她遇到了杨玉环 这时候的杨玉环虽然漂亮 但和雍容华贵的舞会飞相比 气场还是差了很多 期待我讲杨贵飞的同学可以抠个1 三号造型还是在洛阳 和之前同款发型 只是把凤拆红花去掉 插上了一整排的花头簪 衣服上绣着白底墨竹的纹样 配上大红皮薄 是一种低调而自信的奢华 通过杨玉环的视角来看 这样一身打扮的惠妃娘娘 既高贵优雅 但又没有花枝招展的臭显摆 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老钱风格 四号造型把三号造型的花头簪 从一整排变成了对叉的两列 并发两侧是对叉的花枝金叶柴 二后是一对镶嵌了红宝石的花垫柴 这种造型在下线了N级的维皇后身上也出现过 此时的惠妃真权夺利之心已经快藏不住了 五号造型是接见自己的女婿时的穿戴 只要不是非常正式重要的场合 五惠妃在礼赛面前的造型都是偏小巧低调的 发际体积变小 正中是体积偏小的金凤差 原本的花头簪被更小巧柔和的花垫金钗代替 金凤两侧还有一对对叉的布摇 整体造型精致贵气更小女人一些 等正式接见儿媳杨玉环的时候 她也是这样的装扮 但质得意满的五惠妃野心愈发膨胀 说出了让李茂未来继承大统这样的话 这让一向纵容她的李三 也忍不住用赏赐玉杯的方式敲打她心不要太大 这番敲打和警告 不知是五云二会错了意 还是她感受到了危机 总之她加快了自己夺权的步伐 之前陷害王皇后重用李林府 拉拢朝城都只是开胃菜 陷害张九龄挑拨李隆基一日杀三子才是主菜 而她能阴谋得逞的法宝 除了有李三的偏爱和各种局势因素 就是继续装白莲 哦不对 这时候已经是一朵纯纯的黑莲花了 而这也是五云二生命的最后阶段 在疯狂害人的同时 她也在被自己的恐惧和尚未泯灭的良知反复折磨 因此这段时间 她的造型是一种即将游进灯窟 陌路穷途的感觉 有点类似于八七版红楼梦后半截的凤辣子 嗯 想看我解析邓杰版凤辣子造型的同学可以扣个二 她的发型不再高耸张扬 两并收紧 头饰也变得少儿精 体积也更小巧 花头簪和各种凤差几乎都不带了 步摇也只带一边 而不是对插的一对 花店也都选小巧款 零零星星的插在发间 试想一下 如果五会飞穿成这样 跑去和选宗音音音说 太子音音要杀我 那可能李隆基杀的就不是三个皇子 而是她了 也因为是最后的疯狂 她的衣服也是红黑二色为主 一如当年准备毒杀中宗的韦皇后 在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噩梦连连的夜晚后 五云儿跪在佛祖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 她又穿了这套黄色的衫裙 显得她心机不再深沉 最后时刻 她面色惨白 发际简单 几乎没戴什么首饰 脖子上的白项链 配上黑底红艾文的衣裳 让我想起了西游基里的白骨精 和丽妃最后一样 她面容颓败 没有一点血色 完全没有了以前娇艳欲低的鲜活气和娇俏 一看就是个将死之人 虽然五云儿扫除了一切障碍 虽然她一直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 虽然她儿女双全 但到了生命终点 这些对于她来说毫无意义 荣华富贵如果眼云烟般转眼就消散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虽然丽妃走得孤独凄凉 但她是问心无愧 也十分欣慰的 而漂亮风光了一辈子的五云儿 此前能想到自己死得如此潦草和不体面吗 唐明皇里的五云儿是一个典型的反派人物 她漂亮又聪明 很会抓住时机审视夺势 必要的时候毫不手软 但可惜李隆基不是唐高宗 她也不是武则天 没有武则天的坚韧和超强的承受能力 最终自食其果 那么历史上的吴会飞真的有这么坏吗 有请滚滚君 首先 电视剧其实极大的简化了李隆基的后宫情况 当然这样的简化是必须的 因为如果不简化 实在没法拍 为啥呢 因为李隆基的妃子到底有多少 史书不会全部记载 但李隆基的子女绝大部分是有记载的 不多不多 也就六七十个吧 看看这个数量 就能知道后宫的情况有多复杂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武惠妃的上位之路 惠妃上位之路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要扳倒王皇后 当上皇后 第二个阶段是要扳倒太子 扶自己的儿子做储君 我们先看第一阶段 王皇后是如何被废的 在武惠妃得宠后 王皇后对皇帝不满 时有抱怨 李隆基日渐厌烦 有了废后之心 期间还闹出过政治风波 这个时候 猪队友出现了 王皇后的哥哥害怕了 要是妹妹被废 那还了得 于是他为妹妹找了个左道僧 搞压胜 还弄了个口诀 配此游子 当与泽天皇后为敌 结果东窗事发 皇后的哥哥被杀 皇后被废 当年十月就去世了 那在这整个过程中 武惠妃做了什么呢 他曾想指使公认 去诬陷皇后 但王皇后 府下素有恩 没有工人愿意做 除此之外 史书没有记载 武惠妃的其他计划 但我们想想 至少吹枕边风 应该是有的 所以王皇后的被废死亡 肯定有武惠妃的因素在里头 但武惠妃 没有直接攻击 扳倒皇后 主要还是皇后的哥哥 自作聪明 送了人头 王皇后被废死亡后 因为朝臣反对 武惠妃没能当上皇后 但宫中李治一同皇后 至此 武惠妃在第一阶段 目标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的第二阶段 是武惠妃下半生的重点 和电视剧不一样的是 武惠妃一共有七个孩子 头三个生下来不久就去世了 后面的四个中 就有受亡李昌和贤姨公主 而武惠妃的终极目的 就是让李昌取代原本的太子李英 成为储君 于是惠妃让女婿扬回 也就是贤姨公主的丈夫 去重点观察太子 发现太子等三位皇子 因为皇帝独宠惠妃母子 经常在背后有愿望 武惠妃自然就把这私底下的抱怨 天由加醋 夸大其词地说给皇帝了 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 亦只斥于至尊 李隆基暴怒 要废太子 被宰相张九龄拦下了 不久同样的情节又上演了一次 可这次宰相换成了李陵府 李陵府之前就巴结上了惠妃 所以不仅不劝阻 反而推波助澜 陛下这是您的家事 我们当臣子的不好过问 想废就废吧 不用听别人嗶嗶 最后李隆基直接派宦官去宫里宣殖 就把太子等三位皇子废掉了 不久刺了死 这兄弟三个甚至没机会在朝堂上为自己申冤 要注意的是 这里我采取的是旧堂书和自治通鉴的记载 而新堂书里的记载就很有戏剧性了 唐明皇就是按照新堂书拍的 是武惠妃先跟太子等三人说 宫中有贼 请戒一路 等太子他们全部全副武装进宫救驾了 惠妃又跑去跟皇帝说 太子二王谋反 甲儿来 李隆基暴怒 李陵府又推波助澜 最后把太子等废掉刺死了 但我就想问一问这个版本里的惠妃 皇子披甲进宫 抑郁谋反这样的大案 皇帝难道不会下令彻查吗 你干这事就没考虑后果 所以目前我还是相信旧堂书的版本 李隆基之所以会废太子 根本原因是他日渐老去 可太子年过三十羽翼见风 他怎么能不忌惮呢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惠妃第二个阶段的目标也完成了一半 但还没等他把李昌扶上太子位 就一病不起 总是看见废太子等三人的鬼魂 请衣吃药请勿做法都不管用 当年底就去世了 被追封为甄顺皇后 之前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纠结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李隆基更爱舞会妃还是杨贵妃 或者李隆基和舞会妃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 李隆基更爱谁 我不好下判断 但个人觉得他和会妃之间肯定有爱情 虽然这爱情里掺杂了一方的忌惮和另一方的野心 但有杂志的爱情这也是爱情啊 就像不会飞的鸟也是鸟 企鹅鸵鸟肚肚鸟 天哪我在说什么 第二个问题 舞会妃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真的是鬼魂复仇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肯定有心理因素吧 也许还得了某种疾病 但是如果我是李隆或者其他两个皇子 我第一个找的肯定是那个亲手刺死我的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舞会妃的造型全部盘点完毕 杭明皇还剩下杨贵妃的造型没有盘 因为他造型太多难度比较大 所以短期内暂时不会做 但是我还是一定会做的 也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如果你觉得本期的内容做的还不错 就请多多点赞投币 也感谢艾尔博士的心情赞助 我是凯凯西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